你来接这个补习班好不好 这个陈小姐过去 我怎么接这个补习班 这个你怎么办 后来那些同学说 我们都不要做了 干脆你来做了 你是个老师 你可以接 所以先教一点日文 后来他就想到 诶 我认识那个何先生 他就去找我 后来我也就被陷害兴趣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也过去 OK 所以我们今天谈美国一些基本精神 那谈这个以前 我也谈一下我们这个法案 这个也是带一些基本精神进去 几年前 我们李博士他也有发行那个 护照什么这个证件 那那个时候当然我们没有那么严谨 去先看到我们的法院依据 我们就是比较笼统 就是说 反正就是战争法 我们不属于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就发这个护照 当然那个时候他只考虑到所谓出生出掌 台湾人嘛 所以当然这些人可以拿出掌 台湾出掌或是台湾的证件 那其他的人 什么人可以拿 什么人不能拿 这个我们没有想这么持续 那这一次就像他说的 美国认为说 你要发这个证件 你最好有个法律依据的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用好几个月大家来讨论 所以这个就很严谨嘛 那里面都有谈到 什么人可以拿 什么人不能拿 OK 所以什么变成台湾公民 什么不是 那当然这个就有一个完成的依据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你可以慢慢看那个条文 有时候有人跟我说那个条文不是说很容易懂 我们是讨论好几个月 所以我们都大概了解 这个 我觉得这个法案也是在 应该是在世界上是一个创举 因为必定在现有的情况下 台湾的这个公民不是一个国籍 可能是一个岛籍 对不对 台湾是一个岛 所以他是属于这个岛的人 所以这个岛的人 他最终效忠的就是 要效忠这个台湾岛 对不对 那台湾岛到底什么样的情形 或许有一天 我们不知道 这个令博士说他要叫228个人去日本告 恢复日本国籍 OK 这个是一种情形 那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答复 我们不知道 法院会怎么判 但是 日本 我看 现在也什么事都很忙 昨天 那个地震什么 他们也非常忙 处理很多内部的事情 而且 我太太就是留日本 留了很多年 他自己认为 日本人 他不太喜欢就是那个责任的负担 他不太喜欢就是 但他们是一种集体主义 对不对 你要他单独负什么责任 不过我还以为 我们到时候看看 所以如果可以确定日本籍也好 但是这个新闻聚聚 这个也是很大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 世界上的人都很清楚的 因为林博士的那个案子在美国法院去打 他后来说 这个台湾人没有国籍 这个消息在台湾的媒体上好像没有很大的出来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将来这些总统 光从新闻的角度来看 也是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案子可以推进去 那今天这个 我们是在什么结构来下 我们也是在那个战争法的结构之下 而且其实一般讨论到那个所谓战争法那个占领的事情 一般95%以上就是军队进去 他占领 然后军队退出 伊拉克不是就这样吗 他登陆 他治理一段时间他退出 也是把治理船交给当地平民政府 对不对 台湾不一样 因为台湾日本在那个 在那个条约就是比较声明说 这些传递我都放弃 所以这个情景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在这个结构之下 我们去谈这个法案 所以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战争法里面的一个占领 占领地区里面的怎么样去处理那个国籍 所谓国籍什么当地的籍籍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比较 比较新的一种做法 我想到等到法学界了解我们做的是这个 他们要很详细地研究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一定有一些突破 我们有一些突破 你现在有海亚公约 二内瓦公约 但是我们可以发觉 他有一些地方没有讲清楚 为了解决这个法案 我们必须把它研究 所以他们就说 像昨天那个曾言他在介绍 介绍我们什么国籍 他就说 你不能要求当地的人民去效忠这个亲密的这个国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你要发身份证 你要怎么办 对不对 那中华民国的钱怎么样 为了治理的方便 先给大家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等一下又征兵 这个不可以 但是你二内瓦公约 海亚公约 没有讲清楚 到底你怎么治理这些人 你发什么样的证件给这些人 所以蒋介石就可以挑过去接官 他就发证件给你 等一下你要缴税 你要被征兵 等一下还给你 他给你判刑 他给你起诉 反正你是本国人 哇 这个就很可怕 如果当初 1945年10月25日 如果当初讲清楚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 占领区是占领区 你占领区要发什么样的证件 你什么角度来治理这些人 这些人不是你本国人 你不能用本国的法律来审判这些人 怎么样怎么样 那台湾的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都没有讲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开始对这些种种疑点 我们开始做一个整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结论 对不对 所以甚至于说 甚至于说 谁是本国人 谁是外国人 这个 然后占领方 昨天林博士传料 那个占领方 这个现在中国 美国 他在这里是占领者 而台湾人是被占领者 但是在这个中间 那还有一个美国在上面 然后等到这个台湾民政府起来的时候 那这些占领者留在这里不走 那他的传逆是什么 这个我们为了这个法案都要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我就相信这个在世界的法律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将来这个文件会是很重要 别的占领区可能要参考这样一个东西 那你看 如果我们委托那个什么 陈长文去写这个 他该写不出来 他写不出来 只有我们小群才写得出来 大家知道这个是世界上什么样的一个贡献 这个占领医生很重要 OK 所以我们谈到美国一些基本精神 我们听到人家有时候在说 像我在网路上跟人家谈 你跟他讲一大堆 然后最后他说 哦 那我知道 好 咯不同 试试吧 好ě Adult 这个ld包 caval 稇请